所以,他这个病没有起色,这是一种,确实有。 第二种呢,或难学受,就是我刚才讲的。 他还有佛报未向进,他那个佛报不肯舍,他要肯舍,那问题解决了,他不肯舍,还继续要享福,那只有躺在床上想,他不肯舍,放不下了。 那么这是一种。 或不得欲,这是第三种。 第三种这里面必定有一些差别原因,他这个病不会好,但是他也死不掉。 那我们世界人看的这个现象,不了解他真正的原因了。 那么这个都是,夜报跟愚言家债主啊,这是。 逃债还债。 照的这些云业,才有这些事情发生。 世间人没有天野,没有虚命通,不晓得四十真相。 可是有一个原则,只要修福就行。 所有这些,所有这些种种种的病因虽然不同,你修福决定有好处。 底下这交给我们。 但当对祝福菩萨向起,高深准度此经一变。 这是交给我们方法,这个科里面讲的,修福脱罪。 这是说读经。 读经能有效吗? 我们遇到这个事情,他的家庭眷属在佛菩萨面前, 高深把这个经读一遍,看看有没有效。 结果是,结果没效啊。 不要读一遍的,读十遍,读一百遍,读一千遍,都没效。 关键在哪里呢? 关键在读经。 怎么个读法? 真诚、恭敬心去读啊。 读经的时候,打妄想不行啊。 那就没效了。 上一次我跟你们讲奇迹光的那个故事,不就很明显吗? 那读经干净,经干净很短啊,只有五千多字。 读经,所以读经里面稍稍有一点夹杂,就没效了。 这么长的经,都一步下来,当中打一个妄念,就没效了。 所以经本展开,从如是我闻到信寿风行,一边躲下来,没有一个妄念,就有效。 你看,你看世间人画佛,在中国,很盛行啊,那佛画起了,佛真灵啊。 他念咒,咒也很灵啊,他灵在哪里呢? 灵在尘。 真诚心画那个佛,所以画佛,画佛的人懂得。 他这个一笔点下去之后,一到佛画下来,一念不深,绝定没有一个念头,这个佛就灵。 平常要练习,画得很熟,到画的时候,不能有一个念头。 其一个念头的时候,这佛就不灵。 念咒也如实啊。 人家大悲咒,念的时候能治一切变。 为什么呢?念咒的时候,一念不深。 读经也如实啊。 这一部经读下来,没有一个妄念啊。 这个经念得就灵了,就管用了。 一面念经,一面打妄想,那怎么行呢?